您可以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OK好非常棒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行那那就开始 开始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行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Posa中文专场 然后Apaq Posa是一款云原生分布式的消息流平台 它应用于各行各业 在我们服务用户的同时呢 我们的用户也大力支持Posa社区 积极为社区做贡献 下面我们就有请专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具体介绍一下Posa是如何在中国移动去使用的 然后中国移动呢又如何积极的研发 开源了AMQP on Posa 下面我还交给账号谢谢 好的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移动人能力中心的账号 然后目前主要做的是移动人相关的支撑以及开发工作 然后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AMQP on Posa的一些细节 然后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包括楼下几个部分 首先的话我会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个背景 等于说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做技术选行的 第二部分会简单介绍一下AMQP 0-9-1-1-1的一个主要模型 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跳的比较多 我把这个微信给退出一下 然后因为可能有部分同学对这个AMQP写议不太了解 所以这边的话我会就是简单介绍一下AMQP 你刚才有刚才写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会介绍一下PASA里面的Porticle Handler 这份内容的话是主要是PASA里面的 然后之前的话在TGIP里面应该师姐有过相应的一个专题分享 然后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同学可以到那一期的那个视频 视频回放里面去看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第四部分的话会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是如何来基于PASA来做这个AMQP 0-9-1的 这部分实现的话主要是包括基础模型的一个对应实现 以及我们如何来实现AMQP消息的一个发送 以及对应一个消费 第五部分的话会介绍一下我们是 我们怎么来使用我们做的这个AOP 包括我们如何来做现在那个配置 以及我们需要做哪些配置的一个修改 最后呢会介绍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个眼睛路线 先说一下背景 我们为什么要做AMQP0-0-1呢 首先是为了满足我们移动人内部的一个组件需求 以及外部的一个原化需求 首先我们中国移动是那个OpenStack的一个重度使用用户 在部署以及维护RedMQ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遇到的挺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团队的技术战主要是Java 然后面对RedMQ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些外围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计划 作为一款可以替代RedMQ的一个中间的产品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移动人上面有挺多的用户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他们想在云环境中去直接使用AMQP的这个消息队列 但是现有的这个RedMQ啊 其实并不具备这种云环境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出事我们去自研这个AMQP消息队列的一个原因 我们团队之前主要使用的是RockMQ 并且我们也基于RockMQ实现了一个MQTT协议的一个支持 在我们移动人中也推出了消息队列的RockMQ 以及MQTT服务 那我们为什么会基于PASA来做这个AMQP呢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做技术选行的时候 调研了挺多的一个产品的 包括QPID RockMQ 以及PASA 然后我们发现PASA这种计算存储分离的这种架构 非常适合我们上运的这种场景 另外PASA本身已经实现了非常多的一个组件 非常多优秀的一个组件 比如说它的一个load manager namespace bundle topic lookup 以及基于Streaming的一个存储层的一个抽象 另外我们也 我们也看到就是正好 Streamlative那边就是基于 PASA开源的那个QP 那么我们也基本确定 我们基于PASA来做AMQP 具有相当高的一个可行性 同时呢 PASA社区的活跃度很高 以及社区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 这边可能要 这边要感谢一下Streamlative支持 在他们的一个指导以及合作 合作开发下 AOP这个项目才能真正的一个落地 先简单介绍一下AMQP0-9-1的一个基本模型 一个基本概念 首先AMQP0-9-1是一种基于对类的可靠的消息对类协议 然后作为一种通信协议呢 AMQP同样有多个实现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Apache的QPID RockMQ RevMQ 目前主流的协议有 AMQP0-9-1 以及AMQP1.0协议 我们在初始版本中实现的主要是 0-9-1协议 在AMQP0-9-1中主要有这么几个重要的概念模型 这几个模型也是我们后面实现AOP需要映射对应的几个重要对象 首先是Vitual Host 不同的Vitual Host是相互独立的 提供资源的一个逻辑分组以及隔离 Exchange交换器 Exchange也是用于把消息路由到Qin的一个组件 然后Qin的话在AMQP的定义中是主要用来存储消息的一个组件 然后这个bonding的话是定义了一套规则 用于告诉Exchange消息应该被路由存储到一个Qin中 然后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把这几个模型串联起来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首先我们的消息会发送到Exchange中 然后Exchange会根据相应的 会根据我们不同的Exchange类型 以及不同的bonding key或者设置的那个argument 来进行消息的路由转发 转发到符合条件的一个Qin中 消息消费的话是直接从Qin中进行消费的 消息消费的话在WebMQ的SDK里面我们可以选择Get的那种消费方式 也可以选择Consume的那种消费方式 在明确了AMQP 0-9-1有哪些模型以及模型之间的关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现AOP依赖的PASA组件 PASA的一个组件Portical Handler 可以看到PASA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核心模块的话主要是Broker Bookkeeper以及ZK 其中Broker的话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服务组件 PK是存储层 主要是用于流数据的一个存储 ZK的话是用于原数据的管理 然后PASA基于ManagerLeader的话 是已经实现了一套分布式流存储的一个封装 然后包括如何存数据 如何防止数据丢失 以及如何做这种跨机房的一个复制 PASA协议本身是一个比较清单级的东西 上面的这个Portical Handler这个东西 它主要是用于处理TSP过来的请求 然后把我们的请求转报为对应的下面的一个读取操作 所以说PASA最核心的部分在PASA Topic 以及下面的一些核心存储层这一块 在PASA 2.5的时候 新加了一个Portical Handler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Portical Handler里面 是将这个接口单独抽离出来了 然后利用那个框架 我们可以单独访问PASA已经构建好的存储系统 剩下来要做的仅仅是一个协议的解析以及转换 PASA Potical Handler的一个使用 类似于PASA里面的function以及collector 以及跟彭卉昨天讲的那个interceptor是类似的 只需要把我们这个构建好的蜡包 插入到那个PASA Broker中就可以了 像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实现了Kafka的那个Portical Handler 那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PASA就读取以及解析 Kafka协议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实现AMQP这个思路 跟那个KOP是类似的 都是基于Portical Handler 然后利用PASA以及Bookkeeper的世界流存储架构 以及PASA这种可插吧的协议处理框架 来提供了这么一个新的协议的支持 有了前面AMQP协议以及Portical Handler的一个整体认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如何来具体实现EOP的 具体的实现细节是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模型的一个转换 AMQP0-9-2的模型并不能跟Kafka和PASA一样 有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将AMQP中定义的一些模型 跟PASA对应起来 然后在解决完模型的这种对应关系之后 Vitual Host Exchange以及Queen 等相关的资源创建以及删除就可以来就可以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来做消息的一个收发 另外的话我们针对极权部署以及容器化部署 我们单独实现了AMQP的一个Poloxy 这个Poloxy的话是可以结合PASA的Poloxy是一起使用的 首先说一下模型的一个转换 第一个是Exchange 在AMQP的协议中 核心思想是生产者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捷偶 生产者并不会把消息直接发送给对列 生产者也不知道一个消息会被路由到哪一些对列中 然后它做的仅仅是把消息发送到一个Exchange中 然后由Exchange来接收 根据特定的策略来转发到不同的Queen中进行存储 然后在我们的实现中 我们是利用Parsal的Topic来存储消息的实体数据 然后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Replicator 来将消息的Message ID进行一个路由转发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我们Replicator转发的仅仅是一个Message的ID 并不是整个消息体 那么这么做的一个好处其实很明显 就是为了减少一个重复消息的存储 这块的话我们在后面讲那个消息发送流程的时候 再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说明 第二个模型是Queen 在我们实现中一样是把Queen insert到Parsal里面的Topic 然后跟Exchange不一样的是 我们在这个Queen Topic里面 我们添加了一个Router 当Queen跟这个Exchange建立绑内关系之后 我们会在当前的这个Queen Topic中 新加一个Router对象 那么这个Router对象的类型 我们就生命为Exchange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的Exchange类型是Direct类型的 那么这个Router在我们添加的时候 我们也把它定义为Direct类型 Router的主要作用是判断从Exchange那边过来的消息 能否被路由到当前的Queen中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执行一个路由的一个操作 在AMQP中多入户的力度是Vitcher Host 但在Parsal中有这么一个多层级的一个目录结构 在我们的实现中 我们是将Parsal中的Tenant以及Namespace 这两个层级映射到AMQP中的Vitcher Host 那么为了我们初始版本的一个实现 我们将NamespaceFundle的这个数量限制为1 就是说归属于同一个Vhost的Exchange 以及Queen Queen的那个Topic会落在同一个Block上面 但是同一个Block上面会有不同的 会有多个的Vhost 在介绍完模型的对应关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基于Parsal 实现的AMQP消息发送是如何做的 那么在这边首先是客户端 会调用消息发送的指令到我们这个Block中 如果消息体 在我们实现中如果消息体比较大的话 那么消息体会分为几个Frame过来 那么Broker将所有的消息体整合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数据格式的转换 因为我们利用的是RevMQ的一个Java SDK发送的消息 然后我们处理存储的话都是基于Parsal来存储的 所以我们需要将RevMQ的一个消息实体 转化为Parsal能够存储的一个消息结构 然后找到当前Exchange对应的那个Topic 然后进行消息一个写入 那么我们是基于Parsal能够存储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拿到Block中的那个Parsal Service 所以在实现中并没有走那个SDK的一个发送流程 我们是直接把消息直接写入到这个Exchange Topic中的 消息写入到Topic之后 需要判断当前的消息发送是否需要有这个写入的一个应答 如果我们的发送端发送的时候 设置了个Confirm需要确认 那么在我们写入到Topic之后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ACK给我们的扣端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消息发送者而言 我们整个流程就已经结束了 剩下来要做的就是Block内部需要处理的事情 我们在Exchange Topic中 添加了一个Replicator 来做Exchange Exchange的那个LogMessage ID的路由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存储资源的浪费 总结一下消息发送的一个主要流程 主要是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消息的转换 将AMQP协议定义的消息转换为 可以被PASA存储的一个消息 第二个就是存储我们的实体消息 存储的话是主要是利用Topic来做 相应的一个实体消息的一个存储 最后的话是依赖我们新加的 我们自己添加的一个Replicator 来做一个Message ID的一个路由转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我们的Exchange Topic中 添加这个Replicator呢 其实在我们一开始的实现中 并没有添加这个Replicator Queen的路由转发 是直接写入到那个Queen Topic中 那么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写入失败 那么就会有Queen中就会有消息的一个丢失 那么这是我们不能容认的 所以我们引用了这么一个Replicator 具体的实现也是参考PASA中的 跨界方复制的那个JU Replicator Replication 主要是利用PASA的这种持续化Cursor 来读取Exchange中的消息 然后加Message ID跟G路由关系 写入到指定的Queen中 这个Cursor的话 主要是用于记录转发的一个 主要是用于记录转发的一个进度 当转发异常的时候 能够回溯到异常的一个位置 能够保证我们消息的一个不丢失 讲完了消息的发送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做 消息的一个消费的 消息的消费主要分析 订阅模型以及我们如何实现 如何利用PASA的 PASA EU的这种消费模型 来实现AMQB中的Push 以及消费的这种Pull 首先 说明一下我们用到两种订阅模式 在AOP的实现中 我们主要用到了PASA中的 Shared以及exclusive两种订阅模型 首先回顾一下PASA中的 Shared这种订阅模型 在Shared模型中 有多个consumer可以绑定到 一个订阅关系上 然后消息的话 会按照consumer的一个 优先级进行一个投递 如果优先级相同的话 会按照round-robin的一个方式 会round-robin的一个方式 投递给各个consumer 如果某个consumer当机 那么这个消息会被 投递给这个consumer的一个消息 没有被act的话 那么这个消息会被投递给 另外的一个consumer进行消费 根据AMQP消费模式的一个定义 对列收到的消息是以轮选的方式 发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也就意味着一个对列的所有消费者 是共享一个消费进度的 那么这个定义跟PASA中的 Subscription的Shared消费定义是 完全契合的 所以我们定义了一个 DefaultSubscription 然后所有的消费者 是以Shared的方式来订阅这个主题 当然这种方式是针对 非排他对列的 针对AMQP中的排他对列 我们单独使用PASA中的exclusive 这种订阅模式来匹配 exclusive这种订阅模式是 PASA中默认的订阅模式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consumer 可以绑定到这个订阅关系上 这种订阅模式跟AMQP中的排他模式 排他模式的订阅比较吻合 所以在我们实现中 我们使用exclusive的订阅 exclusive的订阅模式来匹配 排他对的一个定义 在PASA中 PASA的消费是一种推的模型 然后如果有同学熟悉RockMQ的话 应该都知道RockMQ是一种拉的模型 PASA的这种推模型 跟RockMQ的拉模型 差异还是很大的 RockMQ的话 它是采用一种 LongPoning的一个方式 然后由我们的consumer来主动发起请求 从服务端来主动获取消息 如果服务端有需要处理的消息 那么会立刻返回 如果服务端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请求会在服务端 主射一段时间 直到有新消息到来 或者说我的请求即将超时的时候 然后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然后PASA的这种消费模型 是一种 我理解应该是一种 推拉结合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们的consumer会向Broker 发送一个flow的command 通知我们的Broker 可以推送消息给我们的consumer了 然后Broker那边如果有消息到来 然后满足我们的那个permit要求的话 会将消息推送给consumer 然后整体整个这个flow以及message的过程 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然后在imqp中消息的消费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consume 一个是pore 然后consume对应的是push的一种方式 然后get的话是对应的是 pore的话是pore的方式 get对应的是pore的方式 这样我们来说明 我们如何利用PASA的这种push模型 来实现amqp中的consume以及get 在push的方式中 我们是自己定义了一个amqp的一个pushconsumer 这个类在实现中是继承 push中的consumer 但是这边的consumer是broker中的consumer 最核心的修改是从写人里面的send message方法 然后将消息的推送 由原先的推送到push的consumer 我们修改为推送到我们自己的amqp的consumer中 那么总结我们实现push的一个主要的点 有三点 第一个是从写send message方法 在send message之中 我们也会将那个push里面的消息 push的那个消息实体转化为amqp的一个消息实体 这边跟发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应的过程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将我们转化之后的消息 推送到amqp的consumer中 然后第二个的话 要将我们自定义的这个consumer 添加到对应的我们定义好的那个defort subscription中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刚才在消费的时候 刚才讲那个消费模型 消费模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 push这边是一个推拉结合的一个方式 需要我们去手动的触发这个flow 所以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我们是在blog端自己来触发这个flow的 因为amqp的sdk中 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操作来可以触发我们这个flow pull的实现方式跟push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为了保证消费未典的临致性 我们也制定了一个consumer 我们把它定义为amqp的一个pull consumer 这个类主要是重写了get available permits 以及it block方法 重写这两个方法 目的主要是为了阻塞我们的一个push操作 消费的获取是直接从客设中读取的 然后读取到一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立刻返回给我们的amqp的客户端 并且响应我们客户端一个get ok的一个报文 pull的实现主要是通过主动的从客设中读取消息来实现的 然后由于pull以及push都同样需要ack 所以我们在pull的话是附用push的一个ack的 最后的话是讲一下消息的一个签收过程 由于我们是使用了两层的一个模型 所以消息的签收跟push中的消息签收可能还不太一样 看一下我们给图的一个例子 首先我们有三个exchange 分别发送三条消息出去 然后我们quing的话跟这三个exchange都有相应的一个绑定关系 然后由于exchange类型不同 我们可能quing中接收到的消息可能不太一致 在这个例子中第一个exchange发送123 第二个发送456 第三个发送789 quing中接收到的消息可能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选择 145 2836 就是说我们能保证单个exchange中的消息是有序的 但是不能保证整体的一个有序性 在消息在客户端做消息消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消息消费到了3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对面costal的mark deliposition在3 那么要做的就是找到每一个exchange中最大的那个消费位点 所在的位置 比如说在这边我们分别找到了385 那么这个位置 那么要做的是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个批量消息的一个签收 针对针对exchange这边我们是做批量消息的一个签收的 分别去act不同的exchange 那么这就是我们消息act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流程 这么做的好处是 exchange这边做批量签收的好处是 就是说我 比如说我这边蓝色的789 我可能只有8 遇到我这个clin中 但是消息签收的话 我可能只找到8的位置 7的话我是找不到的 如果说我做单个签收的话 我的7的话可能会一直得不到一个签收 所以我们做的是一个批量签收 签收8的话我把前面的一起签收这样 最后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实现的一个proxy AOP的这个proxy主要是用于客户端AMQP 服务连接时帮助查找负责处理的Vhost的那个 Honor Broker 并且在客户端与Vhost的Honor Broker之间来传输数据的 Visual Host是由直线中的一个broker来提供服务 可以通过pass中的lookup机器来实现 这也是为什么只能由单个bundle的 namespace来实现的 如果一个namespace有多个bundle 那么我们在lookup的时候就很难直接通过Vhost的一个名称来确定它的 Ownor Broker 在这个图中 比如说我们客户端需要连接到Vhost的1 然后Vhost的1是在我们broker2中 首先我们会 因为我的那个client是不知道具体的broker的位置的 我们是直接把它连到proxy中 proxy会帮我们做一层lookup 会告诉我们你的Vhost在哪个位置 比如说在这边做lookup之后告诉我 你的Vhost1是在broker2中 所以你需要连到broker2中 所以proxy这边会自动帮我们建立一个链接 将我们的请求直接连到broker2中 那么这个链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打通了 从消息发生的话是直接从 是从客户端发生到proxy 然后由proxy转发到具体的broker2中 然后这就是我们实现proxy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 另外来讲一下我们如何来使用AOP AOP这个项目目前是开源在StreamLeftU的AOP这个目录上面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这个工程下面去看一下 然后在Redmi中也有详细一个介绍 这边的话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就是说如何来使用如何来适用我们的AOP 首先你需要去下载或者是自行构建我们这个蜡包 然后就要将我们的蜡包放到broker中对应的那个particles这个目录上面 另外的话在如果是standalone这个模式的话 需要添加rechar几个配置 一个是messageparticle需要定义为我们那个mqp 然后指定我我们刚才设定的那个蜡包的一个目录 另外需要暴露我们监听的一个服务端口 然后启动的话就直接启动particles broker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在使用之前需要我们手动去添加一个namespace 那么这namespace就会印象到我们那个visualhost 最后的话讲一下我们后续要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目前仅仅是实现了amqp0-9-1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支持amqp1.0协议 第二个我们后续计划做的是将原数据做一个集中化存储 目前我们amqp相关的原数据是存储在partsor中的manager leader manager leader 中直接是存储到vk中的 那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做资源的增3 以及做资源绑定的时候那么就比较的麻烦 需要我们找到对应的那个对应的topic 然后再从topic中拿到对应的原数据 那么我们希望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amqp单独的一个原数据的一个玩意 数据的涉及到我们这边原数据的一个操作 可以直接的从我们原数据中来直接操作 另外的话刚刚我们提到了 我们目前是支持只支持一个单bundle 我们后续的话也会放开这么一个限制 另外的话还会持续做一个性能的优化 目前我们在同等配置下 跟passa的 比如我们是利用相同的机器相同的配置 测下来性能应该是跟原生的passa性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种模型转换并没有造成性能的一个损耗 那我今天的分享可能就是这么多了 过来我看一下直播间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另外的话 刚打个广告 就是passa的summit也在10月份的时候会举行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于passa的一个议题的话 也非常欢迎大家去提 然后如果大家有对passa感兴趣的话 也非常欢迎大家去注册 去听一下关于passa的一切分享 先给我来看一下 OK 非常感谢浩哥的分享 现在是QA环节 大家对浩哥的分享有什么想提问的吗 如果说大家看入播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到AOP这个工程上面去提示 我们也是可以实时看到的 是的 如果暂时没有的话 感谢大家参与 也谢谢浩哥分享 那我们这一个session暂时就先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